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宫已发布了一系列疫苗强制令 针对联邦政府雇员 联邦承包商和医疗工作者 今年夏天 随着德尔塔变种引发的新冠病例激增 医员不堪重负 导致死亡人数激增 数十名共和党总检察长 以威胁要求私营企业疫苗令提起诉讼 还有一些企业担心这项命令会进一步造成员工短缺 该规定将于明年1月4日生效 适用于雇员超过100人的私营企业 部门医疗工作者和联邦承包商 员工被要求在明年1月4日之前完全接种疫苗 即接种两剂辉瑞疫苗或两剂莫德纳疫苗 或一剂强生疫苗 如果员工因特殊原因未接种疫苗 则被要求在12月5日前开始佩戴口罩 除此之外 明年1月4日以后的每一周 都需要提供新冠检测结果 若结果为阳性 则将被禁止进入工作场所 公司不需要承担员工的检测费用 除非州或地方法律或工会合同另有要求 昨天 总统拜登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联邦政府没有考虑 为部分非法移民支付45万元的赔偿金 他同时表示 当地媒体此前的有关报道都是不对的 2018年4月 实验总统川普对非法移民实施了零容忍的政策 当时他要求对这些试图非法越境的移民 提起诉讼或预居留 但该政策导致数千名儿童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分离 因此 华尔街日报10月28日披露 美国政府考虑赔偿因川普政府零容忍政策 而在美墨边境被拆散的移民家庭 每人约45万美元 但拜登总统3日亲口辟谣 称这是一篇垃圾新闻 拜登随后强调不会发生一人赔45万美元的事情 但CNN也指出 拜登没有详细交代任何可能的金钱和解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财年 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境逮捕移民约170万人次 是196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与此同时 不断由美国媒体报道 边境发生的移民家庭分离 或者是被勒索殴打等事件 激起外界对美国政府移民政策的广泛批评 今年9月的数据显示 目前仅有50个家庭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得以团聚 在大约4000名儿童中 仍有1727人与自己的父母十三 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4日宣布 已批准美国默克公司研发的口服抗新冠药物 莫纳比拉维用于特定新冠患者 这是全球面试的首款抗新冠口服药物 英国药品与保健管理局4日发布公告说 莫纳比拉维以获批用于轻度至中度症状的新冠患者 这些患者有至少一个恶化为重症的风险因素 其中包括肥胖 年龄超过60岁 糖尿病和心脏病等 莫纳比拉维由默克公司和美国里奇巴克生物医药联合研发 是一种针对RNA病毒的小分子广普抗病毒口服药 可抑制新冠病毒复制 默克公司10月初公布的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数据显示 该药物可将轻度至中度症状新冠患者的住院或死亡风险 降低约50% 该药物获得批准之际 英国对新冠的高发病率普遍感到担忧 该国每天新增数万例确诊病例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追踪数据 仅在周三 英国就新增了超过4万例病例 每天死亡人数达到217人 上个月 默克也就这种抗新冠口服药 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递交了申请 包括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在内的卫生专家 长期以来一直呼吁 药厂应研发一种在新冠症状刚刚开始 就供患者口服的药片 就像感冒药一样 这类药物和疫苗结合使用 被视为控制未来感染浪潮和减少疫情影响的关键 截至当地时间11月4日早晨 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格斯一日发生的 在建高楼倒塌事故的遇难者 已经达到36人 9人获救 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尼日利亚国家应急管理机构4日向媒体透露 拉格斯州伊科伊地区一日发生的 在建21层高楼倒塌事故 已造成36人死亡 其中包括33名男性和3名女性 在9名获救人员中 有一名女性 另外8名为男性 目前 该楼倒塌的原因尚未确定 但拉格斯州州长巴巴吉德·桑乌鲁表示 在这场悲剧中存在明显的违规和全方位的错误 他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展开事故调查 并承诺那些经过调查被发现有犯罪行为的人将受到惩处 拉格斯州建筑监管机构负责人一日透露 该栋大楼被批准的建造层数为15层 但业主却将其盖到了21层 这属于严重违规 且使用的建材质量也非常低略 拉格斯是尼日利亚的商业中心 而伊科伊地区是拉格斯最富裕的住宅和商业区之一 由于建筑物老化 施工不规范 以及使用不符合标准的建材等原因 尼日利亚建筑坍塌事故时有发生